副总理王瑞杰宣布将推出总值80亿元的援助措施 通过三大策略继续保工作、保生计和保企业 在未受疫情重创的行业提供较多支持的同时 也协助被裁退的员工 并在新常态中进军新兴领域抓住新机遇 也是经济政策统筹部长兼财政部长的王瑞杰副总理 下午通过电视广播发表部长声明时说 原本这个月到期的雇佣补贴计划将获得延长4到7个月 受疫情最大冲击的领域补贴比例最大 但是我们不能无止境地给予同样水平的援助 我们会根据各行业的预期复苏情况 提供不同程度的援助 受纵穿的航空、航天及旅游业 会获得较高的雇佣补贴比例 受疫情冲击最大的航空、航天和旅游业的雇主 可获得50%的薪金补贴多7个月 直到明年3月底 政府也为建筑业者提供50%的薪金补贴多2个月 之后随着建筑业逐步复苏 政府会把接下来5个月的援助比率调低到30% 艺术与娱乐、食品服务、陆路交通、岸外与海市及零售业 将能获得30%的薪金补贴多7个月 其余大部分领域则能获得10%的薪金补贴多7个月 生物医药、金融、资讯、通信科技等表现不错的领域 将获得10%的薪金补贴多4个月到今年12月为止 同时为了支持这些表现不错 并还在发展和招聘的领域 政府将推出新的招聘奖励计划 在未来半年协助这些企业聘请本地员工 政府将协助津贴新雇佣员工的一年薪金 资助比率介于25%到50% 我将推出总值10亿元的招聘奖励计划 鼓励有发展潜能的企业 提前推行招聘计划 这将为求职者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40岁以上的求职者也会获得更大的援助 经济衰退、裁员无法避免 政府也将通过不同计划协助遭裁退的国人和低薪工友 除了延长冠病疫情薪金补贴到今年12月 政府也会放宽条件 让更多低薪工友能符合获得3000元就业入息特别补助的申请资格 航空业和旅游业遭遇重创 政府将额外拨出1亿8700万元 延长加强版航空援助配套措施到明年3月 帮助航空业者抵消营运成本 同时扩大暂时调派航空业员工到其他工作岗位的计划 为了鼓励国人在境内游玩 以行动支持本地旅游业者 政府将派发总值3亿2000万元的 重新探索新加坡消费券给国人 但王瑞杰表示 政府这一回播出的80亿元的援助拨款 不会动用国家储备金 副总理说 新计划的细节将由不同政府部门 在这个月较迟时候或下个月公布